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就在他的双眼应接不暇之际 路旁的一群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赵怀里是个爱看热闹之人 于是双脚便不由自主地朝着人群走了过去 尚未走到人群中 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就从中传了出来 各位好心人 求求你们救救我爹吧 哭声甚是凄惨 一向心慈面软的赵怀里不由地叹了口气 挤开看热闹的人们 他走进了人群中间 人群中 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跪在地上 在他的身边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躺在冰冷的地上 仔细看去 老头双眼紧闭脸色苍白 一看就是病入膏肓了 看到赵怀里慈眉善目的样子 明清男子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咚咚咚就朝着赵怀里磕了几个响头 等他抬起头来时 额头上早已是一片无情 可想而知 男子磕头的力道有多大了 这位老爷 求求你发发慈悲 救救我爹吧 男子哭着说道 赵怀里连忙说道 小伙子 你别急 慢慢说 怎么了 小伙子连哭带说 片刻之后 赵怀里便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 小伙名叫齐海山 自幼丧母 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抚养成人 三个月前 家乡遭了旱灾 眼见在家乡难以谋生 父亲便带着他一路乞讨来到了宁安县 或许是一路上太过劳累 刚到县城 齐海山的父亲便病倒了 为了给父亲治病 身无分文的齐海山便想到了卖身救父 背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海山在宁安县城里转悠了三天 看见能帮上忙的便上前磕头 但都没有人愿意伸手帮他 看着为了救父亲额头 已经几乎磕出血来的海山 赵怀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想当年 为了给家乡饿死的他找口吃的 父亲曾挨家挨户地敲门乞讨 正是靠着这些陌生人的帮助 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尽管不认识这些人 但赵怀里知道 这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 善人 正是因为这 长大以后 赵怀里便心存感恩之心 时时处处想着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得知了海山的遭遇后 赵怀里二话不说 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银票 孩子 拿上这点钱 赶紧给你爹治病去吧 海山颤抖着双手接过银票 或许是过于激动了 海山只顾着磕头致谢 赵怀里见状连忙将他扶了起来 临行前 海山问清了赵怀里的姓名和住址 并告诉赵怀里 他以后一定要登门致谢 对于海山的这番表态 赵怀里并没有过多在意 他帮人并不是为了图个回报 只是出于本心罢了 看着海山背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赵怀里的心情不由得好了许多 或许只有此时 赵怀里才能真正体会到 助人为乐这句话的含义 话分两头各表一支 先说齐海山 靠着赵怀里给他的那张银票 齐海山找到了郎中 郎中看了一眼他父亲以后 虽然开了几副药 但却劝他赶快回老家 尽管郎中没有明说 但海山还是听出了郎中话里的意思 于是 他便背着父亲急匆匆地朝着老家走去了 果然 在回到家的第二天 父亲就死了 安葬了父亲以后 海山在父母的坟前守了三个月以尽孝心 百天以后 海山便按照当初赵怀里告诉他的地址 报恩去了 这日黄昏时分 他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抬眼望去 在小路的尽头 大约一里地以外的山坡上有座庙宇 海山便计划去那里借宿一宵 很快 海山就来到了庙门口 就在他刚要伸手敲门的时候 一颗石子突然从他身后飞来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尽管石子的力道不是很大 但还是把海山砸得生疼 海山摸着脑袋掉转身子朝身后看去 在离他六七丈远的地方 一个身形瘦小的乞丐正盯着他 旁边四下无人 不用问 石子就是乞丐砸的 令海山没有想到的是 看到海山发现了自己以后 乞丐并没有收手 而是又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子 仿佛有意去砸海山似的 看到乞丐的举动 海山有些生气了 自己不仅没有招惹过这个乞丐 他为什么要用石头砸我 更何况不久前 我还曾经帮助过他呢 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 海山在路边遇到了这个乞丐 见他可怜 海山便把自己身上 仅有的一块干粮拿出来给了他 就在海山要冲着乞丐发问时 庙宇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中年和尚 把脑袋从门缝里探了出来 浑身上下打量了海山一番以后 和尚问道 施主 借宿吗 还没等海山回答 那和尚一把就把他拉了进来 随即把大门关上了 现在的和尚都这么热情了吗 海山心中暗道 进到庙里 和尚把海山安排到了一间房子里后便出去了 走了一天的路 海山很是困乏 简单洗漱了一番之后 他便躺下了 就在他刚闭上眼睛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海山赶紧起身下床打开了门 开门一看 敲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 男子手里拿着一个酒壶和一个纸包 尽管纸包还没有打开 但一股诱人的香气还是从里面飘了出来 惹得海山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海山问道 大哥 你找谁 男子笑着说道 小兄弟 我也是来借宿的 见你也是孤身一人 就想着和你过来聊聊天姐姐们 哎 你还没吃饭吧 我这里有酒有肉 一个人喝酒也没意思 喝点酒姐姐发 明天好赶路 说完 男子也不得海山招呼 静止就走进了海山的屋子里 海山连忙说道 大哥 在寺庙里喝酒吃肉这不太好吧 男子笑着说道 哎 不是有句话叫做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流吗 来吧 陪哥哥喝两钟 一边说 男子一边就把纸包打开了 海山猜得没错 里面果然是一只烧鸡 看着这有人的烧鸡 海山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两声 听到这 男子笑道 你听 你的肚子已经等不及了 来吧 小兄弟 别客气 说完 男子便撕下一条鸡腿递给了海山 海山刚要伸手去街 就在这时 只听扑的一声 一把沙土从屋子后面的一个小窗户扬了进来 烧鸡上面顿时沾满了灰尘 看到这 海山顿时大怒 连忙踩在凳子上朝着窗户外面看去 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冲着外面骂了几声 海山便又下来了 眼看着韭菜是吃不成了 男子闲坐了一会之后便走了 临走时 男子的眼睛特意朝着海山的包裹多看了几眼 男子走后 海山又躺了下来 不用想 刚才那把沙土肯定又是那乞丐撒的 我与他无怨无仇 他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捉弄于我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从窗户上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听到这个声音 海山顿时睡意全无 他连忙起身朝着窗户上看了过去 片刻过后 窗户上就出现了一个圆圆的脑袋 海山一看 又是那个乞丐 顿时大怒 正要开口大骂 却见乞丐朝着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随后又朝着他摆了摆手 示意他走到近前 他要干什么 海山的心中很是疑惑 既然海山还待在原地不动 乞丐似乎有点着急了 又朝着他使劲摆了摆手 海山这才极不情愿地走到了窗户跟前 走到窗户跟前后 乞丐又朝着他比划了一番 从他的手势 海山看出来了 乞丐是在示意他从窗户上爬出来 想到这 海山更加疑惑了 见海山依旧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 乞丐更加着急了 便巧声说道 快走 你有危险 听到这 海山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见乞丐不像是捉弄他的样子 他便赶紧拿起包裹 从窗户上爬了出去 爬出去以后 海山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悄悄地藏在窗户后面 朝着里面看了起来 他要看看 这乞丐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不久之后 只听枝呀一声 房间的门从外面打开了 紧接着 两个黑影走了进来 借着月光 海山看清楚了 前面的那个黑影 正是要和他喝酒的男子 正是要和他喝酒的男子 而后面的黑影 则是给他开门的那个和尚 炼海山后怕的是 那两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两人进到屋子里后并没有作声 而是静止朝着床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时 那男子二话不说 抄起刀子就朝着床上砍了下去 眼前的一幕 只把海山看了个冷汗直流 砍了几刀后 男子察觉出了不对劲 赶紧掀开被子一看 原来被子底下并没有人 不好 那小子跑了 男子朝着身后的和尚说道 随后 男子抬头一看 见窗户上似乎有人影在晃动 男子随即朝着窗户走了过来 海山见状不妙 赶紧拽起乞丐朝着山下飞奔而去 也不知跑了多久 养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了 见那贼人并没有追上前来 养人这才在路旁休息了下来 休息了片刻之后 海山说道 小兄弟 刚才真是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现在可就连命也没了 乞丐斜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那妙不能住 不久前 我亲眼看见有个男子住进了庙里 可始终没见他出来 后来我在庙后的山坡上 见到了那人曾经穿的衣服 那衣服上全是血迹 当时我就起了疑心 我见你也要住到庙里 便想办法阻止你 谁知道你还把我的好心 当成驴肝肺 哼 听了乞丐的话 海山陪着笑脸说道 我错怪你了 都怪我 那你又为什么要救我 乞丐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的那口馒头吗 不然 我才懒得管你的死活呢 海山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随后又问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家在哪里 为什么当起了乞丐 乞丐除了告诉海山 他名叫九儿以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见乞丐不愿多说 海山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海山随后便把自己的经历 告诉了九儿 并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相跟着去赵怀里家里某条生路 思量了一会之后 九儿答应了 两人便一同朝着赵怀里家走去了 对于海山的到来 赵怀里感到十分意外 自己当时并没有想着让海山前来报恩 但海山却真的来了 看来这小伙子也是一个守信之人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海山 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一个仆人 等到海山和赵怀里说了九儿的事情以后 赵怀里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为了不给赵怀里添麻烦 海山便提出自己要和九儿住在一起 没想到赵怀里却笑着对他说道 你这个傻小子啊 他是个女孩 你难道就没看出来吗 听了这话 海山不由地愣在了当地 两只眼睛一直朝着九儿的身上看个不停 只把九儿看得羞红了脸 九儿洗漱打扮了一番之后 出现在海山眼前的竟然是一个亭亭玉丽的少女 海山惊呆了 随后 赵怀里便安排九儿做了妻子王室的贴身丫鬟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天 这天 海山刚从外面办事回来 回到自己的屋子时 见九儿正在门口站着 看样子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 海山便问道 九妹 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情了 九儿小心翼翼地朝四周看了看随后巧声说道 海山哥 咱们进屋说吧 见九儿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海山的心中不由地着急了起来 进到屋子里后 海山关切地问道 九妹 到底怎么了 可是有人欺负你了吗 告诉哥哥 我找他算账去 九儿摇了摇头 见九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海山更加着急了 九妹 你倒是说话呀 九儿看了看他 眼含热泪说道 海山哥 实话告诉你吧 我对你撒谎了 撒谎 撒什么谎 海山疑惑地问道 九儿说道 我的身世说起来有点复杂 不瞒你说 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我的父母 要把我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 说实话 那个老头足足可以当我的爹了 我不愿意 便从家里逃了出来 听了九儿的话 海山顿时怒火中烧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母 怎么能亲手把自己的孩子 往火坑里推呢 九儿苦笑着说道 爱 说来也是 可我并不是他们亲生的 我也是长大后才知道的 我是被人卖给他们的 什么 怎么什么事都让你碰上了 海山说道 即便是逃婚出来的 你现在不也过得很好吗 怎么了 难道是你爹娘找上门来了吗 九儿说道 那倒不是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海山着急地问道 九儿巧声说道 我被拐走的时候已经五岁了 尽管有些事情已经记不得了 但有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被一个年轻女子带走后 交到一个男人手里的 在那个女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虽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但这种味道我一直没有忘记 你猜怎么着 我竟然在王夫人的身上 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味道 九儿口中的王夫人 就是赵怀里的妻子王室 难道是王夫人把九儿拐走的吗 不可能吧 想到这里 海山连忙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王夫人把你拐走了吗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九儿说道 至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但请你相信我 把我带走的那个人一定是她 那种味道绝对不会错 海山又问 那该怎么办 九儿说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不就找你帮忙来了吗 低头思量了一会之后 海山说道 这样吧 你也不用着急 我想想办法再说 不过你千万不能 在夫人跟前说起此事 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 随后 两人又说了一会话 九儿便走了 九儿走后 海山陷入了沉思 这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海山一筹莫展的时候 不经意间 事情出现了转机 第二天 赵怀里找到了海山 说是让海山陪他出门一趟 半个时辰以后 赵怀里带着海山 来到了一个小土堆前 在土堆前 赵云外停了下来 并吩咐海山将带着的那些东西摆了出来 临出门的时候 赵云外让海山带上了一个箱子 箱子并不重 海山也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等到打开以后他才发现 原来里面竟然是一些孩子的玩具 从玩具的颜色上来看 应该有些年头了 看着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海山的心中很是疑惑 就在这时 赵云外对着土堆忽然说起了话 林儿呀 父亲又看你来了 你不知道 自从你丢了以后 我便日日夜夜思念着你 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一天天老了 真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 咱们妇女还能不能见面 说到这里 赵怀里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等赵怀里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之后 海山连忙问道 老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赵怀里的讲述中 海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 现在的王夫人 并不是赵怀里的第一个老婆 在她之前 赵怀里还曾经娶过一房妻子 不过 在生下孩子 也就是赵元外口中的林儿 后第二年她就死了 林儿年幼 无人照料 于是 赵怀里便娶了王氏 随后 便把林儿交给了王氏照料 林儿四岁时 王氏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年后 在中秋灯会上 林儿丢了 听了赵怀里的哭诉 海山的心里也很是难受 猛然间 她想到了九儿 事情不会真的这么巧吧 随后 海山便把九儿 昨天和她说的话 对赵元外说了 听了这话 赵怀里顿时喜出望外 赶紧拉着海山就要回家 找九儿问个明白 着着急急地跑回家后 九儿却不见了踪影 一问之下才知道 九儿陪王氏出去了 问清楚他们去的地方以后 两人又急匆匆地走了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王氏等人的行踪 但并没有发现九儿 此时 王氏正指挥两个家人 把一个麻袋往水里扔去 看到这 海山赶紧大叫一声 住手 见赵怀里来了 家人赶紧停下了手 海山连忙快步上前解开了麻袋 麻袋里正是已经昏迷不醒的九儿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没错 九儿正是赵怀里的亲生女儿 而她也正是被王氏送走的 自从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 王氏便时时处处看九儿不顺眼 总想着法子把九儿弄走 到后来 丧心病狂的她 竟然趁着中秋灯会的机会将九儿交到了一个人贩子手中 对赵怀里她则谎称是灯会人多走散了 九儿被海山带回来后 王氏发现她与当初的那个孩子十分相像 等到她看到九儿又闭上的那个胎记之后 她断定九儿就是灵儿 虽然当初灵儿年纪还小 但王氏却害怕灵儿海记的当年的事情 于是 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灵儿打昏在地后 还要将她装入麻袋扔入江中 对于一个丫鬟的失踪 谁会那么在意呢 但她失算了 真相大白以后 赵怀里对王氏的做法很是气愤 就要将她赶出家门 但在孩子的苦苦哀求之下 赵怀里最终还是原谅了她 后来 九儿嫁给了海山 成了赵怀里的成龙快婿 故事因善良开始 又因善良结尾 赵怀里救了海山 海山帮了九儿 九儿又救了海山 海山则帮赵怀里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 这一切不都是因为善良吗 或许在你看来 只不过是一块馒头或一杯水 但在被帮助的人看来 那就是一种力量 一种希望 更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